众星云集 闪耀东方 第28届东方风云榜重磅官宣明星阵容 周深 摩登兄弟刘雨宁 张艺兴 刘雨昕 张延祺 张亮颖 汪苏龙 小鬼王林凯 王嘉尔 时代少年团 马天忆 黄灵 戴蒙 李毅童等众多明星亲情加盟东方风云榜 备受关注 用最棒的原创精神唱出最棒的音乐态度 东方风云榜是中国最早的流行音乐盛典 更是中国原创流行音乐人的成长摇篮 众星云集 闪耀东方 第27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盛况空前 人气爆棚 周深 摩登兄弟刘雨宁 王源 张艺兴 周笔畅 毛不易 蔡徐坤 张亮颖 袁雅维 阿云嘎 李毅童 时代少年团 冯提莫 菊靖一等 二十余组歌手悉数登台 带来一首首热单 金曲 用舞台点燃热情 用音乐传递美好 翘首以盼 闪耀东方 音符和舞步交织 旋律与心声碰撞 共同点亮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的魅力火花 周深的霸评 总是会在每年的夏天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惊喜 这次更是佳音频出 收获满满 喜获28届东方风云榜舞台 第28届东方风云榜提前预热 线上参加盛典的歌手线索一共提到了四位歌手 分别让观众是从上榜歌曲 在线时长 进入前三和历届盛典获奖次数等方面进行猜测 但是下面的评论足够搞笑 网友们纷纷表示猜不出第一张信息对应哪一位歌手 第一太难猜了 我猜不出来 第一谁啊 这么厉害 什么时候揭晓第一张的答案 我超级期待他 殊不知他们的头像早已暴露了身份 说起周深和东方风云榜的缘分 其实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要追溯到2016年 周深曾在第23届盛典上荣获东方新人奖 第24届盛典上荣获年度十大金曲 大鱼和全民选择男歌手 第25届盛典上荣获年度飞跃歌手 第26届盛典上荣获年度最具突破艺人奖和年度十大金曲 《花开》第27届盛典上荣获传媒推荐大奖 年度影视剧歌手和年度十大金曲 《隋风》等九大奖项 今年周深在东方风云榜上的战绩也是可以的 雪花落下再绑四期进入前三一次 暗示再绑七期进入前三两次 《我是你的谁》再绑五期进入前三一次 《和光同城》再绑三期 共有四首歌上榜 再绑时长十九周 同时四次进入前三 第一张照片说的不就是周深吗 这些粉丝都是演戏的好手 面对惊喜能够处遍不惊 只默默地在心里震天白的呐喊 如今的周深越来越优秀 正如网友所说的 打败周深的只有下一个周深 他用自己的努力拿下一一手又一手的OST资源 拿下一座又一座的奖杯 但他并不沾沾自喜 而是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 刷到了东方风云榜 发给周深的加盟欢迎词 大鱼感人至深 和光同城奔腾向前 一起追寻那道最无味的光亮 秋风半明月 你是这美好世界里最好的礼物 11月17号 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 歌手周深 邀你舞台相见 有网友惊喜上线 直呼穿自己的衣服 和不累的人相处 即便是在云端相见 也是很美妙的事情 终于来了 周深又有新舞台了 等着看周深了 视听盛宴 让人难忘 在第27届东方风云榜颁奖盛典典上 蔡徐坤 周笔畅分别获得最佳男歌手与女歌手 而最受欢迎男歌手与女歌手 分别被王源 元雅为宅得 周笔畅的Lunar获得最佳专辑奖 张艺兴 张亮尹分别获得亚洲最具影响力男歌手与女歌手 周杰伦和陈信红的说好不哭 获得年度金曲奖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 都是漫天烦心 当你更好的时候 你会遇到越来越好的人 无论是在线下的现实生活中 还是在线上的网络空间 众多明星亲情加盟东方风云榜 我们可以和众多明星一起 在云端相聚 用音乐点亮希望之光 所有的好都不如刚刚好 让我们带着翘首以盼的惊喜 将目光投向东方 在那里众星云集 群星闪亮 东方风云榜惊喜不断 热爱历久迷心的昨日少年 从烟火星辰中走来 划破破晓的宁静 编织美好的手写童话 摩登兄弟刘宇宁 加盟第28届东方风云榜 也是备受关注 摩登兄弟刘宇宁 曾获东方风云榜最佳新锐歌手 全民选择歌手 年度全能艺人等荣誉 如今 摩登兄弟刘宇宁 再度加盟东方风云榜 有网友兴奋不已 期待舞台上 努力追梦的正能量歌手 刘宇宁 乔首以盼 闪耀东方 第28届东方风云榜重榜 你期待吗